天目与特异功能的小故事 自从地球上产生了人类 人的两只眼睛的中间部位 脑壳里面就有第三眼的存在 可以看到另外空间 修炼界称其为天目 不过人的肉眼可看不见它 绝大多数的人是经过修炼得到的 而少部分人是天生就有的 都是有使命而来的 准确地说 神造的每个生命天生就有天目的 只不过经过生生世世的转世 生生世世的积攒业力 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就消失了 只有修正法才可以恢复 下面我们给大家转述的新闻人物 都是天生就开天目的 这些新闻的特点是 当人们心眼看到了事实 也去否定它 这种现象恰恰证明 社会堕落到需要安排一些开天目的人出现 让人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俄女孩的第三只眼 据俄罗斯网站2014年4月2日报道 一名来自西伯利亚的女中学生 确信自己把眼睛蒙上也能够看见东西 在一段视频中 这位13岁的女孩 达莎阿布莎利莫娃 带着眼罩和同学们一起玩捉迷藏 达莎轻而易举的抓住了她的同学 该报记者和摄像师一起去了达莎居住的地方 位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奥萨市的小镇 进行实地采访 记者事先做了精心准备 在桌子上放了必备的一些东西 灰色眼罩 以及各种颜色的塑料杯子 报纸和计算机 达莎戴上眼罩后相 记者们展示了她惊人的能力 她说出了那些塑料杯的颜色 并阅读了这新一期的报纸 更让记者惊奇的是 达莎戴着眼罩 还可以运用自如的玩射击类的计算机游戏 所有的这一切奇迹向记者证明 这个小女孩的确拥有第三只眼 达莎在当地一所信息培训中心接受学习 该信息培训中心的教练斯维特兰娜沙罗夫耶娃说 拥有第三只眼的能力 引来了很多否定的声音 所以他们并不打算提供详细的实验 实时怀疑态度的人相信 但是对于那些相信 并需要他们教学方法的人 他们愿意倾囊相受 意大利妇女通过天目破案 据路透社2005年9月报道 在意大利罗马一家健康诊所工作的巴塞 Maria Rosa Bizi 可通过第三只眼 看到我们这个物质空间中不存在的东西 当失踪了三年的巴瑞菲 Claire Borifi的家人将其相片拿给巴塞看时 巴塞马上就知道 这名约30岁的妇女已经死去了 巴塞接着利用自己独特的摇杆和摇视功能 在一个湖里找到了巴瑞菲尸体的残骸 这一事实使得包括警察在内 以及一直对特异功能持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 也使得一些社会人士 更加肯定特异功能的存在 日本开天目的少女 欲传千赫子 具有特异功能的欲传千赫子 为俗事所不容 在日本明治时代 年轻女子欲传千赫子拥有天目 这导致了她一生的悲剧 并留下了这个悲剧故事 欲传千赫子 出生于1886年7月17日雄本的欲传一生家 千赫子年轻时 下嫁日本陆军中尉 不久丈夫奔赴战场 千赫子与公婆三人居住 一天 家里的公公说 她钱包里的50元钱突然不见了 千赫子听到后稍微想了想 就对公婆说那50元钱在抽屉里的某处放着 公婆很吃惊 就照着千赫子所说的地方去搜寻 果然找到 但婆婆却认为 千赫子有偷钱之嫌 通报战场上的儿子 将千赫子修掉 于是千赫子结束了短暂的婚姻 回到娘家 并在父亲经营的汉方医药铺里当帮手 为家乡的人医疗 问诊 千赫子利用自己与生俱来的功能 准确地断定病人的病因 因此 父亲的药铺更加兴隆 后来千赫子的姐夫青元猛熊 交给千赫子催眠术 通过深呼吸等 让千赫子展现更多的功能出来 在催眠术的帮助下 他能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也就是另外空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就在此时 一位有钱的开采矿山的人 要求千赫子用他的千里眼协助开采煤矿 千赫子与他随行的人一起走了四个小时 直出可能的方向 果然开采出大量的煤来 开矿山的有钱人 就给千赫子添价的酬金 日本当时的煤 挺为此震惊 因此对此事做了报道 闹到众所皆知 千赫子的姐夫因此愤愤不平 认为没有自己调教 他不可能有能力得到那笔天价谢礼 就要求分到大部分的钱 这令家人不合 互相争吵 这令看淡名利钱财的千赫子忧心 与此同时 千赫子的名字与他具有千里眼的传说 越传越广 有许多人慕名而来 要他协助找失误 发财等 而千赫子的名声随着新闻的报道 令日本当时的科学界十分震惊 1910年 曾经担任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校长的山川建四郎博士 赵千赫子进京 准备做实验证实千赫子的功能 当时 日本科学界的名人齐聚一堂 希望证实千赫子是否真能开天幕 经过两次的实验 千赫子摒弃名神 通过透视 准确的写下封藏于千管类的字 尽管如此 当时的日本媒体就此采访了日本的科学界 无神论的科学家们 虽然亲眼证实千赫子的超长功能 但鱼目脑袋们由于无法用科学方法 来证实千赫子的特异功能 很是没有面子 于是就谎称千赫子的能力是作假的 这与中国大陆八十年代气功高潮时期 那些打假的伪类们同出一辙 日本媒体按着科学家的说法报道出来 说千赫子的功能都是假的 面对诽谤重伤 千赫子很快离开了东京回到家乡 但同时也遭到人们的不理解 对他谩骂 讽刺 1911年1月18日 痛苦的千赫子 在世人的不理解与压力下 服毒自杀 十年24岁 为什么不能人人开天幕 现代西方医学解剖发现松果体的位置 正好和修炼界所描述的天幕 第三只眼 三大 的位置相吻合 研究显示 虽然人人与生俱来都有第三只眼睛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启这只眼睛 第三只眼睛松果体在儿童时期比较发达 一半六岁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开始受到家里以及社会自私自利 争鸣夺利 尔虞我诈等等大德下滑的污染 导致天幕退化甚至不能再看了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只能通过静心 练功 打坐 净化心灵 提升自身品型等等 才可能发挥功用 或许可以开启天幕 随着人类越来越堕落 灭力很重的人都很相信自己这双肉眼所看到的事物 所谓眼见为实 看不见的就不相信 但是堕落漠是有人通过正法修炼 达到了道德的升华 有些人还出现了各种功能 例如开天幕 看到了不同空间的美好 总而言之一句话 当今世界 人类的思维状态与生存状态 都是道德低下所造成的 感谢大家 等大 UM 在下班 感谢观看